大陆著名维权律师普志强在中国三大微博上实名举报前政法委书记周永康获国殃民后 大年初一普志强又在微博上许愿坚持挺一年再举报个更大的 媒体猜测普志强言外之意是要举报周永康背后更大的老虎江泽民 普志强2月初在微博实名举报周永康后立即引发中国社会的巨大关注 此后不久他的微博遭到封杀 2月9号普志强以月息翠兰2013的账号在新浪微博发帖报平安 2月10号他又在微博许愿坚持挺一年力争超越自己 熬到粉丝过十万再举报个更大的 普志强除夕夜当天的留言说 常言道人走茶凉没谁会为照顾各把退休老同志的情绪 外界分析这是把周永康比做老同志 普志强向新唐人表示不方便接受采访 不过他强调他的实名举报只是表达自己个人的观点 此外再举报个更大的是不是指向江泽民 普志强表示他只是发了一个微博 至于其他的他不便谈及 对于为什么举报周永康后自己会红火起来 他认为可能自己不小心触碰到了很多人的心声 旅美中国社会研究人士张健表示 他很敬重普志强律师 但是即便他敢言也有所顾忌 因为他知道在中共体制下 把矛头指向江泽民这些前中共党魁 可能面临着牢狱之灾 因为在中国现在能敢言的能表达自己想法人不多 在这个被禁锢的社会很多人都是怕事情的 都知道这个专政对人民的这种残害 所以很多人就宁愿做一种沉默的状态 那么对于普志强来说起码他敢言 时事评论员林子旭表示 普志强批判周永康触动的是整个江派势力 林子旭指出该如何把握当下的时局 现在的中共高层或许也是一片迷茫 他们或许都是在摸着石头过河吧 比如说普志强这个事情 习近平应该是想要借助这个事情的打击江派势力 但是这个事情的持续发酵会带来怎样的后果呢 习近平心里也没有底 反过来讲习近平如果对普志强这个事情进行打压的话 民众的反弹将会很强烈 接下来他还要继续更大力度的打压 一旦进入这种死循环 中共很有可能就瞬间的崩盘 林子旭认为 中共的高层目前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北京安会律师事务所律师唐吉田表示 官员违法犯罪不管是什么样的人 只要侵犯了公民的权利 犯下严重罪行都应该受到追究 前官员的违法犯罪问题进行举报进行控告 这说明了中国民众特别是有一些有学问的人 专业人士呢 这种权利意识的觉醒 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 当然说举报比他更大的 究竟是现任的还是一任的 不管是什么样的人 只要是他侵犯了公民权利 犯下了严重罪行 都应该受到追究 受到应有的审判 张健表示 举报虽然值得鼓励 可是现在中共官员从上到下全部腐烂了 日前一些贪官被抓 是因为利益关系站错了队 因此张健认为 贪官被抓没有实际意义 除非中共解体 就像那么着急 内容 来 一下 前面 感谢观看